一个女人真的愿意在风华正茂的时候 跟着一位一贫如洗的男人从零开始吗 就在士尔格对这个问题犹豫不决的时候 德云社董事长王慧已经身体力行地做出了选择 18年前前往机场送王慧的老郭 在机场大厅拿出了王慧最爱吃的巧克力 那时的郭德纲从未想过 这盒巧克力能让自己拥有一位漂亮能干的妻子 而王慧也从未想过 因为这盒巧克力自己的人生将彻底被改写 看着一脸期待的老郭 王慧开心地收下这盒充满爱意的巧克力 也是在这一刻 王慧和郭德纲确定了彼此的心意 了解王慧和郭德纲的爱情后 士尔格十分好奇 当时已是举探明觉的王慧 什么样的巧克力没有吃过 怎么唯独这次动了心 其实在老郭送巧克力之前 王慧和郭德纲都以方心暗许 只不过碍于身份 事业家庭等等因素 然而谁都没有主动打破这层窗户纸 但彼此相爱的两人注定是要在一起的 2003年左右 王慧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放弃自己热爱的精英大骨 离开从小长大的家乡 独自一人前往北京追随郭德纲 在等于这红火起来之前 王慧卖过首饰卖过车子 只为支持老郭实现自己的梦想 好在两人的努力没有白费 挣钱后的郭德纲也是第一时间兑现承诺 王慧为自己做出的牺牲 郭德纲都深深的记在心中 时隔18年 在郭德纲的支持下 王慧又一次拿起精英大骨 在今年十一鼓曲社演出期间 郭德纲还专门为妻子报幕 王慧演出的时候 老郭就站在侧幕条 深情地望着舞台上 溢溢发光的爱人 除了在鼓曲社的舞台上 让舍哥吃了一嘴狗粮外 在最近开拍的 青春手艺人的录制现场 老郭一番恩爱 秀得舍哥我是十分羡慕 由于十娘是第一次录制大型综艺 不放心的老郭就站在台下望着十娘 仿佛是在告诉王慧 不要担心 我就在你目光所及的地方等你 看见这一幕的事哥想 只要看见老郭 无论多少摄像机对准王慧 十娘都不会再紧张了吧 王慧为郭德纲不计一切的付出 老郭也不遗余力地努力 让王慧的付出全都有回报 这样的爱情 舍哥愿我们每个人都能遇见 除了师父的高级秀恩爱外 张赫伦对妻子表达爱意的方式 就比较直接 前不久在和妻子结婚十周年的日子里 张赫伦就在社交平台搞掉示爱 99朵玫瑰花 再加上神情的文字告白 谢谢孩子妈 为了这个家这些年你辛苦了 虽说这十七个字中没有一个爱字 但字里行间都是张赫伦对妻子深深的爱意 毕竟嫂子能从张赫伦积极无名的时候 一直支持她看好她 在张赫伦的事业渐渐红货的时候 感愿做她背后的女人 为了这个家 嫂子付出的丝毫不比张赫伦少 有这样的妻子夫妇何求啊 以前对副总阮云平的印象只有严肃和一丝不够 但参加完团宗的阮云平 让我们认识了另一面的阮潘潘 幽默好看 这些词语都被拿来形容阮云平 不仅如此 我们潘潘还是位神情男人 在第一季团宗中 阮云平在面对副驾驶让谁做的问题时 毫不犹豫的回答 有另一半的广大男同胞们 记住了吗 如果有女神要做副驾驶 请把盘盘这句话 原封不动的说出来 除了在这种生活细节中秀恩爱外 在第二季团宗中 阮云平还首次说出自己的感情经历 求求阮哥别再说了 师父和小白的狗粮已经把我喂饱了 您的这口恩爱 我实在是吃不下去 在等于社对妻子豪似乎成了传统 毕竟有师父师娘这对模范在 各位有老婆的爵儿们 有样学样 自然对自己的妻子呵护有加 也不知道 舍哥最爱的酒粮 什么时候会成为 德云宠妻大军中的一员 您还知道德云社 还有哪些爵儿们秀恩爱 九龄骨折依旧和丸子头 街头永吻不算呢 欢迎留言告诉舍哥 关注舍哥 带您了解您不知道的德云趣事 谢谢大家 明白